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宇伟叉 我认为现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是 每一个人都必须有一个自己的个人网站 因为未来的情况 就是大家都说可能未来很多科技会淘汰很多工作等等 所以假设有一天你的工作被淘汰了 你就被淹没在这个盲盲人群中 那你就什么都不是 如果今天你想要有一个存在感 这个存在感它很可能不是在工作上 所以个人网站就是你的一个核心 就是你要有一个网站 让大家能够可以找到你 所以个人网站是第一步 如果你今天要做个人品牌 或是做一些个人事业的话 有一个个人网站是第一步 假设你是一个设计师 你可以把你所有立网的作品放在你的网站上面 所以就算有一天你被工作淘汰了 人家还是可以收到你看到你以前的作品 所以不管你做从事什么行业 个人网站它的存在是必要的 第一个它是你的履历表 第二个是它可以帮你带来很多未来的商机 所以以我自己为例 我在1996年 非常久以前了 我就已经有个人网站了 因为那个时候只是放一些照片 到处搜集的照片 然后放一些广路广告 可是一直到现在我的网域 我的网址叫windowyou.com 我已经买了20年了 所以你看 这20年来 我其实就会把陆续我一些想法 我的一些记录全部放在网站上面 就算这个网站没有赚钱 你还是留下了一件记录不是吗 当你有一天可能离开这个人世了 你的后代 还是可以看到这个网站 然后跟这个人 跟他这个人做的所有事情 所以这已经是最坏打算了 它还是一件好事情 当然我们要朝最好打算去说 个人网站 当你把你的作品 把你的一些经历 得奖记录 放在你的网站上面的时候 当有人收到的时候 你就会有产生一些商机嘛 对不对 譬如说人家去 哇这个设计师的作品 是在令人惊艳 那我就email给他 可能就请他帮我做点事情 所以 我们在说 从职场 脱离到SOHO 到自顾者 到自由工作者 到自由工作者 的这个重点是说 你一定要有一个个人网站 那当然 因为 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 所以呢 你的个人网站 要比别人好 十倍好 五十倍 好一百倍 我说的好呢 并不是让视觉上面的好 而是它的内容丰富度 或是它的功能 所以 我觉得我们如果今天要投资 做自己的事业的话 投资在网站上面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网站就是你的身材工具 你看我们如果开店 我们会买锅子 买铲子 那些都是生产工具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买越好的锅子 买越好的刀子 是不是就可以 越能帮助我们 在这个职业上面做得更好 网站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现在做的是个人事业 自由工作者 所以 最重要的身材工具 就是你的网站 所以我常常看到人家说 这个网站好贵喔 然后 请一个工程师来 请一个设计师来 好贵喔 可能要三五万块 我跟你讲 如果你的个人事业 是要像我一样 我决定用余生去投入的 我的余生我不知道还有多长 我现在42岁 假设80岁 我的余生还有三四四年 假设40年 我现在花了三五万块 去平摊40年 这个什么叫贵呢 一点都不贵 所以你们一定要敢于投资自己的网站 所以今天我要讲的就是 网站的架设 现在行情大概就是三五万块 就有很漂亮的 你可以用Wordpress价 那如果你觉得一开始 你可能还没有Ready 没关系 你就去成立一个部落格 因为我们说个人事业 部落格就是所谓的MVP MVP就是最小可行性商品 因为你可能还不确定 个人事业要怎么做嘛 对不对 所以你不想花这笔钱 没关系 你从部落格开始 你从在部落格上 累积作品 累积声量 累积流量 累积读者 当有一天你发现 这些各方面的数据都在成长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愿意投资一个个人网站 如果你去看国外的很多大师 他们的网站都做得非常漂亮 那有时间我会一一秀给你们看 因为他们才是一个作品展览集 当我们进入这个网站的时候 我们就会爱上这个人 然后掉入他的这个整个世界里面 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唯一重点就是说 想一想你的网站要怎么规划 然后不要小气的去投资它 因为你的网站是你最重要的身材工具 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先谢谢大家 观看 有些东西 最后叫做吃打他 aron